那些年在学校的愤怒瞬间次 太热了 三发把空调温度调低一点 好 谁让你调这么低的 班级就你一个人啊 我冷 给我调个热空调 大姐你没事吧 大夏天三十多度 你开热空调 我们热啊 我们咋办 热你上超场凉快去呗 别人的碍事 那我不用上课啊 你上什么课啊 学渣一个 你能听懂老师在说啥吗 我就是不懂我才学呀 我要能懂我还学啥呀 咋得我们学渣就不能学习了 你配学吗 所有科目总分加起来 还没我血压高呢 你就是当学渣的猎 王鹏你跟他废什么话呀 遥空气在我手里 我就调成最低温度十六度 我冻死他 你给我调回来 万一给我中感冒了 学医成绩下降 这则让你担得起吗 你可真有意思 你咋不让你妈给你 请个保姆来学校照顾你呢 要你管呀 现在就把空调给我调成热的 我给你脸了是吧 马上给我道歉 不然下课我让你哭 你不配 老师 张三发打扰我学习 还威胁我说让我下课等着 张三发你长本事了 上午刚让你家长过来签了保证书 下午就给我惹事是吧 去把家长给我拽 我麻烦你先了解清楚情况再叫家长好吗 小苗说你让他下课等着你有没有说 对 我说了 那你还狡辩什么 我狡辩什么了 你怎么不问我为什么这么说 就因为我学习成绩不好 你就戴着有色眼镜看我是吧 没关系 我告诉你为什么 他让我把空调调成热粉 我不调他就用手打我 你问都不问你就要叫我家长 你叫吧 叫啊 老师你看他 一点悔过之心都没有 你还犹豫啥呢 赶紧把他家长叫来吧 你给我闭卖 小苗 三十多度的大夏天 你要开热空调 我看你是发生中 你先洗了吧 你先洗了吧 你先洗股 什么 你先洗股